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上周五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呢 在上周五澳洲股市呢再次出现了上涨 周五全天是上涨了1.5% 那这也呢 使得澳洲股市是连续第二周出现了上涨 那截止收盘澳洲200最终是收在了5164点 那中国方面呢 在上周五的话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上证指数呢 虽然有所上涨 但涨幅非常有限 只有0.2% 收在2810点 那深层方面呢 则有所下跌 但跌幅呢 也非常的小 只有0.3% 收在9363点 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欧美方面则有非常惊人的走势 特别是欧洲方面 德国指数呢 是上涨了3.5% 英国和法国也分别上涨了2%至3%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呢 在周五晚上也是走势非常强劲 均创出了2015年12月以来的新高 特别像标普500的话呢 目前是再一次重新返回了200日均线以上 而且呢 也是走到了2022点附近 像华尔街指数呢 也是大涨了200个点 目前呢 也是收在了过去两三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在大宗商品方面 我们知道呢 原油价格在上周五的时候也是上涨了1.7% 但是黄金呢 则有所下跌 但是依然是保持在1250美元一盎司附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就是烟幕下的中国经济 我们都知道呢 在过去两个月 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呢 包括黄金石油以及铁矿石 甚至于基础的 像那些铜啊 鑫啊 锡啊 这些产品呢 均创出了强烈的反弹走出新高 那从黄金石油到铜 这些大宗商品呢 似乎都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 那在这样的热潮下 我们不禁要问 这样连续上涨呢 它是否以后依然会持续 如果持续的话呢 这些铁矿石 像一些基础的工业矿石 是否会像黄金和石油一样 保持强劲的上涨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呢 说白了 这些产品目前的上涨 很大程度上呢 是依赖于目前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中国连续发布的经济刺激计划 使得全球投资者呢 都觉得这个中国呢 在2016年可能会加大投资 使得铁矿石的需求量会增加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些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措施 都只能算是雷声 我们并没有见到余点 也就是说 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 反映到中国的经济数据上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之中 很有可能呢 这些矿产 或者是原材料价格 依然是会保持强劲增长 但是如果在未来几个月 经济数据依然不见好转 特别是在强有力的 经济刺激计划下 经济数据依然还不见好转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比较严重 那我们也知道呢 在过去的几周 中国一直在开两会 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中国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主管呢 也是坐在一起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大家肯定比较关心的 像证监会 银监会 这几个部门的话呢 在今年做出了一些 什么样的举动呢 我们这简单来看一下 在证监会上周末的时候呢 证监会主席说到 今年主要将会采取的几个措施呢 首先为了安抚民心 跟大家说到 在去年股灾时候进场的那些旧市资金 在短期内是不会撤离的 那第二方面的话呢 也说到了 这个实名注册制将在今年开始推动 但很有可能还并非正式会实施 那另外大家所关心的深港通呢 也有可能将会在今年正式得到实施 那银行方面呢 今年主要采取的措施呢 将会扶植那些实体经济 打击网络金融 特别是一些非法网络金融和P2P的行业 那这些政策和这么多的措施 其实呢 说白了都起到的 只是一个帮助和促进经济的作用 它并不能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 那所有的这些政策我们都知道 刚才我说到都是一些雷声 因此在实体经济数据 并没有产生好转这些余点之前 我们目前来看 所有这些上涨都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那我之前也说过 影响一个产品的根本原因 第一是供求关系 第二是美元走势 由于大宗商品呢 都是以美元来定价 因此美元如果今年继续走强的话 那在其他条件不改的情况下 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会慢慢慢慢的下跌 因此只有在供求关系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这些产品的价格才会逆势而涨 那我们也知道 石油黄金 它的供求关系 和铁矿石铜银 等这些工业材料的关系呢 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起 那从简单的来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中国虽然出台了很多 经济刺激的方案和措施 大家都对于2016年 中国经济能够重新起飞 抱有非常好的憧憬 但是我们也要说到 在目前来看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 中国出台的经济 依然是没有好转 因此在这个最终的数据 或者说最终的余点 能临到我们身上之前 目前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烟雾弹 或者说 如果现在涨得那么高 万一如果以后经济数据 并没有大家预期那样的话 只会同样跌得那么惨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技术分析方面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目前来看的澳洲指数 已经成功地占上了 5150点关键线 下一个目标将会是 5275点范围之左右 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来说呢 在没有掉破5150点之前 整体上对于澳洲指数 依然是以看涨为主 今天可以在它最高点附近 大约是5225点的价格 挂单买入 但是呢 目前为止 暂时还看不到跌势 因此今天并不会挂这个空单 再来看一下澳元和美元方面 那澳美呢 在上周五也是再一次 冲击了0.76的关卡 但是没有成功 但总体来说 澳元的走势目前是非常的强劲 如果能够占上0.76 这样很有可能会有200个点的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的挂单可以试探 在0.76挂单买入 同时呢 也可以在跌破了0.7525之后 挂单卖出 然后在0.7475的话 也就7480跌破之后 再一次的挂单卖出澳元 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欧元 那欧元呢 在上周四晚上 我们知道呢 这个欧洲央行主席一轮话 说错了之后呢 迎来了一波上涨 但是在周五的白天 一下子呢 就跌回去了整整150个点 目前虽然欧元与有所回升 但目前距离周四的高点 依然还有段距离 那由于欧元的波动呢 非常的异常 所以我们挂单就需要在关键的价格使用 比如说在1.1220的价格 挂单买入 以及呢 在1.1075的价格 再去挂单卖出 那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呢 我们知道在周五晚上 白天到整一天的时间呢 上下是波动了30美元 波动幅度达到了3% 由此看出呢 黄金目前呢 依然是非常的波动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短线的话呢 必须使用严格的止损 目前可以参考的挂单价格呢 是在1260的 12冲破了1260以上 再去挂单买入 那止损呢 也是非常近 设在1255至1250附近 那或者呢 往下的话呢 要跌破了1247以下 才有可能去挂单卖出 目标大约是在1240以下 那如果跌破了1240 我们可以在1236的价格 再一次挂单卖出 但是整体上来说 黄金价格 犹如现在的奥元一样 整体走势目前是 依然是非常的强劲 因此 在大趋势转变之前 我们尽量以看涨为主 如果要看空的话呢 有赚就得走 千万不可长期逗留 那今天的话呢 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到明天才会有 重大的数据公布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